观众朋友每天都有新进度 今天一开始就要告诉大家 金门的翻覆中国渔船验出了新证据了 船舰验出了一道新鲜而明显的凹痕 这会是过失至死的最新证据吗 金门地检署说任何可能都不排除 而到现在管碧林还在占谣言 说网络的谣言把它妖魔化 问题是真相是什么 金门红十字会的总干事 为什么会说出了 金暴政府一开始就搞砸了整件事情 现在中国是海警来巡逻 下一步要是发动大规模的渔船来包围 那才是最棘手的啊 刚刚俊相说到重点 现在两岸恐怕因为这件事情 惊吓水域会越来越不平静 先来看最新的发展是说 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籍的三无快艇 在经过香艳之后 你有没有看到红圈圈圈起来 这一处是那一艘快艇 它的左弦这个地方 左弦它有一个凹进去的凹陷处 很明显的是一个船只的撞击点 也就是它可能被撞到 然后你看到这边 左弦上面它其实有一个栏杆 栏杆都已经凹下去了 我再补一下 你有没有看到白色的左弦 怎么会染上晕上的蓝色的阴影呢 这个东西会不会就是我们海巡的船底的蓝色的油漆 验看看啊 所以不能排除嘛 那其实你刚刚讲是会不会是另外一艘 就是CP1051的这个海巡的船底的这个油漆 因为在海巡的右弦 它有一个也是这个不太明显的一个撞击点 同时找到在右弦的下方 所以一个右一个左 就像车子的这个前后插状或者是这个锥状一样 一定会有一辆车它的这个漆印到了前方 对 所以这样一个状况曝光的新凹痕出现了之后呢 那现在呢 检方也紧急采集它的相关的刮痕材质啊 还做进一步的比对 而且他要围请这个相关的第三方公正单位 再进行详细的一个勘验 来厘清这个责任归属 那现在金门地检署甚至传出来 从昨天傍晚到今天早上 大家看到平面媒体都有登出了一个消息说 不排除朝过失致死罪的侦办 过失致死大概是五年以下的这个图形 哇那四个海巡人员 恐怕就会这样的一个刺上官司呢 可是后来到我们晚上这个节目播出的下午录影前 其实又传出来金门地检署说 没有这个说法 我们没有去讲这个事情啊 那我相信金门地检署是基于侦查不公开 所以他没有办法去证实自己 内部可能有人流出来的这个消息 要不然记者写了 还有这个报道传回来的讯息 似乎都跟现在的氛围有点吻合 所以最后一句很简单的一个概念 就这张照片千言万语 如果这个新的发现 会变成了是我们的海巡 去撞翻他们的船 进而酿出人命 我说所有这些事情 如果被建立起来的话 那后面真是没完没了了 不然你看 双方第N加一次的协商 每一次都谈崩 而且应对了第一时间 当时中国大陆的 那来自四川的三个渔民 跟一名这个贵州的 其中两个生还的渔民说 他们是被撞翻的 这样一个说法是真的 一开始大家都怀疑出 他们乱讲话 然后海巡不是说 他们是蛇行蛇行 蛇行到后来这个转弯的时候 就突然翻覆了嘛 那所以就完全推翻了 刚刚就像你提到说 海巡署现在跟中国大陆的 八次的协商的这个具体的结果 也就是没有结果 那对于陆方的家属 他其实不信任我方的 这个司法检调单位 检警单位 也不信任我方的这样一个 这个金门官方的这个机构 一度想要由这个大陆官方来调查 然后希望能够扒还那两具遗体 能够把扣还的这个船只 也还给这个对岸 可是呢我们 我们这个台湾这方面也很硬 金门的这个检察官 他完全拒绝 那还是要认为这个要调查 然后对于道歉呢 因为我们官方认为说 在检察官啊 检警还没有具体的结果出来之前 如果现在道歉的话 恐怕会影响他的这个事实认定 也仅目前的倾向说 先给你补卫金好了 那道歉 目前没有共事 好那我问你 靳平今天因为今天最新的消息 主要就是这个新凹痕 这个新证据 特别去勾到了金门地检署 说不排除网过失致死 大家就评一下 难怪所有的推论跟传言 都会是真的吗 特别是今天 还有一个单位出来讲话 极为敏感 金门的红十字会的总干事 他直接说 从一开始 政府就把事情给搞砸了 他为什么讲出这句话 因为他说 以金门红十字会的角色 显然是大陆那边认为说 他们是比较信任的第三方 因为台湾这边的 不管是海巡署海委会 或者是金门地检署这边 恐怕大陆那方面都不信任 而吕中碑讲到 他举一个例子说 2005年的时候 台湾也曾经有海巡方面的舰艇 去追砌大陆的 走私的船只 结果没想到造成陆籍船只 在追砌的追逐过程当中 然后也是有人员的死亡 那后来呢 其实双方对接的单位 其实是初步是地方层级的 地方层级先针对双方的 这样一个过程 建立共识之后呢 再讨论这样一个 建立谈判的基础 那建立谈判基础跟共识之后 再讨论怎么赔偿 然后遗体的这个火化领回 这些快 程序就很快了 结果没有想到 这是一开始 他说25号 直接双方的这个 等于是海巡单位 还有两边的官方 就干不上了 那这个时候 他红十字会去介入 他没有介入空军 因为他只是旁听跟见证 你说这个时候为时已晚 所以吕中碑才会讲说 跟2005年的状况 完全截然不同 而现在这样子没有互信基础的情况下 恐怕惊吓之间的水域 只会越来越不平静 秀玲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件事情 就是从谈判 先从这个谈判的角度来看的话 这个谈判一开始就非常的奇怪 两岸如果都是 对等的方式谈判的话 对方来的是红十字会 我方应该也要派出 红十字会的代表 但从一开始 陆委会就以官方的角度 介入整个谈判 那我看民进党立委 在立法院里头的说法是 因为对方的诉求是 我们撞此人了 所以必须要撞此人的海巡 道歉 那我们不可能道歉 所以呢 我们要派出海巡 自己去跟对方谈 所以我们看到 我方的主谈代表 都一直是海巡署的副署长 用官方 我方的官方 对上对方的民间 那当然是谈不出个结果 双方又没有互信 那你被认定是加害者 对方的这个家属认定 你海巡是有这个致死 不管是不是过失致死 的这一个罪行 所以他要求你道歉 那所以就不会有结论 因为我方是由这个 海巡署当事人 去跟对方谈 这也是这个金门红十字会 总案是吕中飞说 一开始就搞砸的原因 如果一开始都是由 跟事件本身 没有直接关系的行为人 进行谈判的话 那也许可以谈出 共事跟和解 跟2005年是一样的 不过呢 这个时间点看起来 民进党政府最在意的是 要不要道歉这件事情 所以一直谈到现在 即便都已经传出 金门地检署认为 很有可能是过失致死 那过失致死 当然还要再经过 这个所谓的造势鉴定 在地上发生 陆地上发生车祸的 过程是这样 就是发生了造势 有人致死的时候 一定要经过造势的鉴定 鉴定双方的责任 再决定是说 大家的这个责任分摊 是多少 那不管是如何 有致死的嫌疑 这个造势方 绝对是要道歉的 你就算要和解 你也要先道歉 再和解 因为有人已经在 这个意外当中上升了 可是海巡现在坚持的 底线是绝不到歉 这就是非常 奇怪的一个坚持 那所以接下来呢 金门地检署要做的 可能就是确实发生了 这样的事情 确实相撞了 对 但是责任如何归属 也不一定会追究这几个海巡署的 这个执法人员的刑事责任 好 如果他事件本质是执法争议的话 那可不只有在海上 回过头来 在陆地上我们就问问 我们的玻璃士大人到底怎么了 你去围捕所谓的 窃贼天经地义 人民也支持你 那是你的本分 可是你居然可以把人给打死 打到脏器破裂这么巧 一个去 两个资源 三个人都没开密路器 这一名这个死掉的窃贤 是贯窃 然后拒捕配合警方 然后用言语入骂羞辱警方 要他们公布这个密路器 刚刚你讲密路器 后来才发现说 原来他没开密路器 主要的这个是沾进远警 他在追捕这样的一个 这个蔡姓窃贼的时候 那这个过程当中 后来也这个被目击者 也被他这个指控 除了没开密路器 对方根本没有这个抵抗 就是蔡姓窃贼 不像警察一开始说的 他有抵抗他不配合 而且民众有讲说 蔡姓窃贼他还在那边喊说 这个喊求劳 那后来民众 这个蔡姓窃贼 被警方压制的过程当中 那个占星远警 直接用这个警棍 往他腹部敲了一下 那当然这个敲了一下 这个腹部用警棍敲 也是后来检警在相验 这个蔡姓窃贼的遗体的时候 证实是他的验伤死亡的主要原因 因为他遗仗破裂 遗仗破裂致死 可是蔡姓远警 他从头到尾否认 他说没有出这件事 没有怎么样 他也不知道会这样的状况 后来另外两名 到场资源的远警 才公称说 有啦 有用警棍去打他 所以后来检察官才会认为 这个蔡姓远警 另外两名同事他都承认了 你还拒不承认 可能在外面 你可能会这个 湮灭证据啊 或是窜证啊 嫌疑重大 后来直接把这个 蔡姓远警收押 后来一调查发现 蔡姓远警 他密录器没开 你在执行路过程当中 你跟这个窃贼 不管发生什么纠纷 你应该要开密录器 这个是保护你自己 保护对方也是保护你自己 你没开 那两名到场的远警 瞎到竟然也没开密录器 三个人都没开密录器 会不会太扯了 而且后来才提报说 占姓远警 其实过去他在新北市地区 中和地区 他就也是犯过事情 然后后来他请调到南部 是为了照顾妻子 他的太太怀孕了 本来想说就近照顾家里 可是因为他的状况不改 迟早会出事 以前的学长都讲过 你说他在新北 当时在那边执行的 管区执行 他也闯过祸 是 当时他在执行的时候 取缔青少年 然后有一个青少年 直接在被警察取缔的过程中 被踹头 然后踹头之后 有民众去提出抗议 你警察怎么可以 疑似动施行 被撂倒在地上之后 用脚去踢他踹他的头 然后当时民众抗议之外 还有警察在民众说 看怎么看 请你们去吃禁忌 就是要请在场的民众吃子弹 那这样一个状况呢 也被这个民众投诉到警察局 你们是有牌的流氓 这么嚣张又打人 然后又叫民众吃子弹 所以当时就有远警说 他这样一个状况不改的话 恐怕到哪里 请调回南部也一样会出事 所以除了密录器不改 除了密录器不开 而且他的这个状况啊 也完完全全复制贴上 以前的行为 难怪这次出事啊 终于踢到铁板 那我就问了 这个警察的养成交易 是非常不容易的 国家花了多少的资源 不管警砖 不管警大 那个都很难考 门槛就高的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了 在台北木炸的这个 台湾警察创车学校 其实真的也不好考 就跟领口的这个警大一样 那现在最近传出一名 警砖41起的第四队的这个女生 他其实前一阵子受伤 休学了 休学了之后 没想到他被爆料 说他在五星级办店 把那个办店房间里面的 这个保险柜啊 拿来当桌子 然后桌子上面 就用这个毒品来开趴 然后 哇你是未来的警察 结果你在毒品开趴 这会严重影响效益 而且影响警域 是 这样子如果还能当警察 那可不得了 以后会不会 会不会变成跟这个毒贩 或毒枭合作啊 所以后来有同学看不下去 把他这个爆料 那当然这个女学生 虽然我刚刚特别讲 他是休学 可是呢 他就说 我没有做这个事 那个桌子上面不是毒品 是盐巴 看起来白白一小一小颗粒了 结果没想到 这个女同学 这个警砖女学生的男朋友 竟然承认说 对啦 其实那个是毒品 那个是K他命 他们在拉K有吸毒 直接打脸他女朋友 所以后来现在警砖说 就算他是休学 也不会让他复学了 他严重影响警察士气 跟警校的这个警域啊 所以你看到的黑不是黑 白不是白啊 来看看 居然妇科现代版的无间道了 居然黑帮 送小弟进警砖 去培养自己的警察 有这种事啊 有这种事啊 这个是 我们在桃园传统 已经几十年的一个 在地的这个角头帮派 那他的这个大哥呢 他一直在桃园 这个用毒品来吸引青少年路会 为什么呢 比如说他去公祭的时候 公祭你不是看到很多的这个场面 都是两三百个那个黑衣人 黑衣黑裤 然后赞成两排 一定要跟着大哥在前面攻进 然后你赞成两边 举个弓 然后再一起退场 那当时他被警方查获 为什么叫那么多小弟去 每个小弟你只要出席 就给你三到五公克的这个 K他命去当诱因 然后吸引这些小弟去 就等于给他们 好像一个糖果的奖励 这已经是违法了 那再来呢 后来这个警方去搜索他的住所 还发现说 这个大哥啊 这个许姓男子 竟然购买一堆警校要考试的参考书 考古题报名简章 警察一问你在干嘛 你是要考警察 不是我啦 他是问那你不是要 不是你要考那你是要让谁考 我是要让我的小弟去考警察 看看能不能跟无间道里面的这个 刘德华一样 还有梁朝伟一样 是不是 等这些小弟 考上警校之后 他们去警专里面受训 将来受训出来 不管是一毛二一毛三这样子 以后就是我小弟也在里面直接当警察 不管你在哪个派出所都是我的内议 话警察说可恶啊 那你的小弟有没有至今为什么能考上 太难考了所以考不上 还好太难考了没有考上 要不然还真的有台版无间道 从电影变成现实啊 给大家持续要来看的就是后天了 立院的这个赵伟选举 再度撩起了蓝白河的滔天巨浪 来你看这个现场 简直是剧本写都写不出来的 昨天晚上 联邦党主席朱立伦 柯文哲 居然又再度相会在军阅饭店 这什么地方 这会让他们勾起 新潮旧恨的神奇空间 而两个人镜头下的互动 正是诡异到你没办法形容 官方你等一下仔细看 这哪里像是一个 我准备礼让一席赵伟给你 而你敢念云星 我们准备要携手合作的样子 没有 事情也变刚好跟你想的 嘟嘟好相反啊 是啊 这个礼拜就要选立法院的赵伟 赵伟说目前 这个蓝或白看起来气氛 从上个礼拜的康元 会应该看起来气氛还算OK 可是你要看起来 在这个日台协会的这个酒会当中 朱立伦跟柯文哲同台 在军阅酒店同台 军阅酒店这个地点就很敏感了吧 过去是蓝白分手的一个地点 那今天两人就重度相逢 在这个伤心地重度相逢 可是零互动啊各位 那零互动代表什么意思 他们连私底下好像 就我了解也没什么互动 那公开媒体拍摄的时候 基本上连眼神都没有对到 四个字啦 叫做气氛不好 因为我们坦白说 如果今天我们是合作伙伴的话 我们至少有点关系在话 至少看到面也会顶个头打个招呼 可是你看喔 两个人各走各的 各寒暄各的 甚至自己去跑去跟民进党打招呼 也不愿意跟彼此打招呼 这个气氛真的是太僵了 那我就问你了 到昨天之前 都还在讨论要礼让一席喔 只是这一席会落在哪里 可是今天这个画面 不像是要礼让一席的样子 难道礼让这两个字的保存期限 只有一天已经过了吗 更何况你看 今天他黄国昌也是本来传说中 要被礼让的二选一期中 一个他讲什么 他说位置不重要 改革比较重要 所以没有礼让这件事了吗 是因为今天又传出说 要不要礼让黄珊珊 当财政委员会的招委 那今天黄国昌被问到问题 他当然吸反射说没有啦 再度想要说改革比位置重要 坦白讲我听这句话 有点在考赛黄珊珊的感觉 他好像有点在考赛黄珊珊说 真的你改革先把它放低一个 位置不是那么重要 但问题是 党内很多人想要这个位置 今天不是你黄国昌说了算 上个礼拜那个康元会 柯文哲到了现场去 已经代表说党内的想法 可能跟黄国昌是有点出路 那黄国昌坦白讲他也被点名说 司法法制委会的招委 那他又讲出这句话 是真的不想要吗 这边要打上个大问号 那现在问题来了 现在看起来 蓝白的气氛为什么会这么讲 我们从共事营的 国民党共事营之后 消息不断被放出来说 蓝营的基层炸锅了你知道吗 针对这个招委要不要离让事情 就直接炸锅了 不想跟民众党再客气了 尤其我老朋友林嘉欣 这两天哇 他在脸书上不断写说 只要离让黄珊珊 他怎么样 就直接退党 不需要再讲了 只要离让黄珊珊当招委 他就直接退党 在蓝营的支持的里面 都觉得说黄珊珊就是蓝白盒的元秀 所以要离让黄珊珊 门都没得谈 而且你像 我今天早上有联络林嘉欣 我刚才谈到这件事情 他有跟我说 他说如果你真的要离让黄珊珊 黄珊珊未来可能是 那国民党还要再离让他一致吗 当然不可能 所以你看得出来 国民党谈到黄珊珊 一句话免谈 他态度底线踩得很死 那现在问题是 包括了这个雨萱也讲 他说我们到底国民党要让 这个黄珊珊到底要让几次 难道国民党这都整个跪下去吗 因为大家都知道 黄珊珊在这个整个蓝白盒的局面 他除了消费国民党 消遣国民党之外 还吸干所谓的来饮选民 来壮大自己民众党的声量 所以你看这样的脉络下来 黄珊珊的仇混值 是不是在男影选民心中是非常高 那说真的要离让 不可能 所以不可能 我就在想说 你让黄珊珊 你让黄国昌正一起 是不是最后GG了 你看 从刚刚这个军月饭店 大家互相见面不打招呼的冷漠 一直到还有另外一个人 赖世宝 赖世宝 他现在就是黄珊珊 同一个委员会的 资深立委之一 他今天的回应怎么解读 是因为赖世宝宝哥 他前几天 因为他每次参加共事 他收到一些地方消息说 传出说我们财政委员会 要离让黄珊珊 他把这个消息转达出来 结果他自己 反而被人家误会 你知道吗 他自己的服务处跟研究室 电话被知识者打爆 说 我们不要离让黄珊珊 为什么要离让黄珊珊 连宝哥这么资深的立委 他的服务处电话都被打爆 那宝哥今天有出来讲说 没有没有 这不是我的意思 我只是转述而已 你知道吗 那我们知道 这个财政委员会 为什么被看得这么重要 因为他是非常资深的立委 都在里面 包括 这是很有可能当总赵的罗明才 他几年霸了 八年霸了各位 立委八年霸 赖世宝 立委也七年霸了 林福德 林德福 他立委六年霸 所以你黄珊珊 你等于是一个立法院的小白 你只一张纸而已 你要去跟他抢招委 当然人家会不服气啊 那现在看人家国民党态度 哇 基层整个炸锅 要谈 真的是没得谈 那包括亮哥也讲 他说 如果国民党真的要让招委的话 你民众党自己先拿出成绩出来 因为国民党只要把这个力量 执政力量拿出来的话 民众党自然就会靠航过来 这个摆脱不掉了 但问题是 你要当赵伟有这么简单吗 君强哥 我们归跑立法院的时候 赵伟其实要面面俱到 了解很多事情 他除了要读所谓的新闻资料之外 他还要跟所谓的这些团体 来开记者柜 来了解团体 民间团体的一些需求跟脉路 你才能排审嘛 那目前看起来 黄国桑跟黄山 有跟这些民间团体 有继续做联系吗 目前是看不到 那未来不知道 那你如果你说 现在的招委 坦白讲真的太早了 来 竞平 所以现在一个黄山珊这一期 寸步不让 谁都可以让 不能让黄山珊 立委这个宝哥 他电话接到手软 接到爆炸 议员呢 离开立院 你们有没有电话接到爆炸 不准让 叫你们上电视去讲 电话 还有Line 讯息 还真的有 真的都有 被骂炸了 我刚刚来上节目之前 看到一个也是这个蓝银的支持者 他说他是始终 国民党的资深党员支持者 对 他说看到你们国民党立委这样 我不知道为什么 去今年1月13号 我要投票给你们 然后我就跟他 我也就跟他 我也不能说什么 我就只能用一些插图回应他 表示我很无言 然后他说 你们的反应 让我们觉得 我们这些支持你们的国民党员 和支持者 都是多化了 我们多化了 我们激活了 然后我说你们不是多言 不要这样 是我们无言 然后接着我也只好切割 我说你们可以打电话到立委办公室 跟服务出去 这个反应 我们办公室有接到电话 很多人不爽 骂翻了 你们在让什么东西啊 我打给几个 我蛮熟的好朋友 尤其是一些新科立委 他们讲话都支支吾吾的 所以我们是充分讨论 充分交流 我问他你们有没有投票 有啦 有投票 我说正式的秘密投票 不是啦 哪有投票 52期 最后是10个赞成 几票反对 个位数反对 这个可以代表大家吗 他们说就是 我听到的是说 就是大概举手投票 举手也不是所有人 我刚刚跟佑林姐在讨论说 举手有一些人 那没举手的呢 后来就有人去问他们 那你们这些人没举手 到底是代表什么 大家到底是 要真的很正式的去 做一个秘密投票 来取得共识 还是只是这样 互相呼应一下 然后去完完全全授权给傅昆琦呢 结果没想到这场 这个大戏和这个车啊 就完全交给傅昆琦 和党团干部他们去撞 现在完全引起了 这个支持者和国民党的 这个党员的反弹 他们或许是想要在委员会里面 不管7比7或8比8 到时候就可以变成8比7 因为民众党加一票 在国民党身上的话 或者9比8 可能在法案的通过 可以有助于他们能够 很顺利完成他们想做的事情 可是偏偏 这个时候民意啊 就是希望他们 不要跟人家合作 这个时候恐怕会赔了傅林又折兵 好 秀琳 吃了一顿那个康源的这个饭 然后我们看到傅昆琦 我听说 他在花莲那个共识 也是循循善诱 才诱出了这个 没有共识的共识 那怎么善料 现在地方要炸锅了 很多人对于现在的演变 都只有一个疑问 这到底在演哪一出啊 这到底是在演哪一出 完全看不懂 这个康源的饭菜里头 是下了什么药吗 怎么会吃出来之后 变成这样 林思敏这个副书议长 他说 我们这件事情 是大家的共识 那我们要试试看 所以我要去找柯文哲 来讨论这件事情 所以这康源宴真的很奇怪 康源宴结束之后呢 柯文哲是指定了 洪梦凯对口黄珊珊 结果呢 出了这一个重要的 李让昭伟事件之后 洪梦凯跟黄珊珊不对了 是林思敏要跑去对柯文哲 所以呢 整个事情让大家看不懂 这到底在演哪一出啊 那至于那个军月产案的 朱立伦与柯文哲 朱立伦记得 柯文哲说 你的扣打用完了 你的扣打用完了 我不会再理你了 所以未来 不管他们在哪里见面 大概都是这样 零互动 因为扣打已经用完了 不过这个事情对于国民党来讲 其实是蛮伤的 因为现在就像刚才静平讲的 大兴克立伟不敢讲话 就是说呢 我心里反对 但是我不敢讲 我讲了之后 副总招可能会不高兴 所以你看今天许巧新 po了一个非常 这个平衡的文章 他叫做说呢 我尊重党团的决议 但是我支持马文君 当国防外交委员会的招委 因为他是国防外交嘛 所以每个人都顾自己 我支持国防外交的招委 我要马文君 你不要换我的招委 你不要离让我的招委 但是我尊重你党团的决议 你党团要怎么做 你自己去做 责任自己承担 我们今天在讨论这一题 好热闹 赵伟的题目都锁定在双簧 版面都在他们身上 他们真的在乎赵伟 而要来推动嘴巴里的 国会改革吗 或者是司法改革吗 还是说他们着眼的 还是他们心里最想要的那块 2026 为了2026 当然赵伟这一块就是要求表现 你有表现之后 你才有2026的舞台 所以昨天包括黄国昌 他昨天也上广播节目专访 他也谈到说 新北市长是他未来的选项之一 他也谈到说他什么都知道词 我还可以问他说 那你是不是2月1号 2026年的2月1号 当好两年了 那民众党不是有签 那个所谓两年条款吗 2月1号你会不会辞 他直接说会 哇那这样子 坦白讲 你这个等于是回力标的概念 而且你知道 这个话题刚好牵连在所谓的 赵伟的题目里面 是 换句话说 你如果赵伟给了他的话 你不是去催生他2026的声势 我干嘛帮你作假 你是民众党 是国民党为何要帮民众党抬轿 你知道吗 这是国民党心中很不符的地方 那像黄国昌说他2月1号辞职 台北上这回力标会打到谁身上 谁 打到黄珊珊身上 为什么 因为黄珊珊有可能要选台北市长 那如果一样的标准 黄国昌在2月1号要辞职 辞掉立委 黄珊珊要不要跟进 黄珊珊如果要选台北市长 黄珊珊要不要跟进黄国昌 一起辞掉立委 那如果黄珊珊辞掉立委的话 这两个是不是就没工作了 2月1号就失业 可是一直到年底才选 如果还选不上的话 我就一整年没工作了 所以黄国昌这句话 坦白讲是有一个小猫腻在这边 他有点在逼黄珊珊说 你到底2月1号 你要不要跟我同进退 一起来辞掉立委 当然坦白讲 黄珊珊这个也不会回应 可是问题是 这个话题接下来就会成为民众党未来 要选县市长的这些立委身上 黄国昌一辞之后 只要一开始跑行程 大家媒体看到黄珊珊也会问说 你要不要辞 你要不要辞 你怎么还没辞 一路问到底 那黄珊珊也会被问到很烦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 民众党自己伸出来 那我觉得黄国昌这个回答问题 坦白讲他也不是没想过 他可能早就想好说 我今天就要讲2月1号就要辞职 那问题是你有没有跟党团里面沟通过 很多人搞不好两年 说两年条款 那两年之后他不想辞 甚至他说想代职参选 他没有想要辞职参选的意思 所以黄国昌讲这句话之后 等于一个回力标 直接打在民众党身上 好那接下来黄珊珊如果两年之后 要再战台北市 我就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如果没有解决的话 黄珊珊要单挑讲弯 真的只能说难上加难 我们都知道 台中七级是含金量最高的地方 但是这里怎么了 接连传出了社会新闻 百货公司空地传出了坠楼 扑师94小时被发现 才隔短短几天 另一处刚刚市运运的百货商场 也传出类似的不幸 外人眼中的风水宝地到底怎么了 今天晚上我们要为大家来揭秘 台中七级放佛金祈福的风水密码 而七级的百货为什么每一年总是笑傲全台 背后这个藏金聚落怎么吹出亿元等级的贵王跟贵后呢 是 俊相我们都知道才刚过完年 怎么台中七级这个商办大楼竟然有一点点不平静 短短的半个月的时间就接连传奇两起的一个亲生事件 就人家才发现说 哎呀这个地方过往确实 不管是说有长这样类似的亲生事件频传 还有就是什么 很多的百货公司在里面经营 结果好像都经营得没有很好 是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呢 对他们就开始在讨论 第一个最深在那边插起经营的百货 是2003年的时候一碟百货 那我们都知道一碟百货 其实在台北市非常成功的 然后后来呢 他也就是来到台中这个地方 一开始也还不错 但是到最后因为整个集团的他们的营运的问题 所以呢后来整个就收起来在2012年左右 结果后来当地的地主呢 他们也就跟自行招商跟别人进行合作 变成一个叫博地广场的来推出一个 也是shopping mall的一个概念 结果撑不到两年 撑得比一碟还短 结果也没办法 后来又有另外一个outlet叫做里克进驻 想说哎呀这边其实台中人消费力十足 来一个高涨的哎 但是又可以就是减便宜的里克outlet总可以了吧 没有想到一样撑不到四年的时间 最后哎 现在这一次就是由我们成品的啊 480啊 夺得这一个地方的一个经营圈 然后呢也花了一两年的时间 现在在去年底的时候正式市营运 那始于市营运出来的情况 其实大家都口碑不错 但是没有想到这时候又发生了这起事件 那我问你啊 如果说台中七旗寸土寸金 含金量这么高的地方 为什么你看先是一碟 然后再来博地广场 连着台北也做得风风火火的里克outlet 在这个地方也撑不了几年 怎么会这个样子 是我们都知道其实台中消费力十足 但是这个地方呢 不断地去跟跌它的一个相关的经营者 所以就有人说 是不是风水出了一些什么问题呀 现在就有人说 事实上我以前是在里面 是做相关的百货的销售员 对对对 我们以前百货在开幕的时候 就每天早上在开张的时候 都会放一个所谓流行版的大名咒 正煞说有 就有人开始在揣啊 就开始讲说 事实上你把它的整个地图摊开来 你就发现 它这条是在所谓的市政路 那市政路旁边呢 有三条直接横穿 一个叫河南路 一个叫惠来路 一个叫惠中路 而这个地方其实就在河南路跟惠来路的一个 所谓的差的中间的这样的点 所以就有人说 这个在风水学上叫做反攻煞 那这样反攻煞 等于是你攻这边进来 攻这边进来 很容易就是形成一个煞局 所以呢 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说 是不是因为这样煞局的关系 所以导致这里的风水不太稳定 这个是民俗专家 他想要来解读这件事情 人心安了 钱就进来了 你回头来看 就是论事 你看他这一栋楼 他的这个营业面积 他的整个卖相在这个地方是一等一的好 是我跟你说 那我们有人会说 你看那这样如果好几个业者来经营 都经营的没有很稳定 那看起来这个地方 怎么成品还敢来啊 为什么敢来 因为串土最近的消费力十足啊 而且说一句实在话 成品在这边台北的一个消费 一个不管是经营的一个口碑 是都有的 所以呢 他们其实呢 在现在也花了多少钱 月租金高达229万 这跟15年前比的一叠比 可是翻了三倍 所以一年来讲的话 要2750万 面积其实也还蛮大 整栋包含车位面积有6163平 所以呢 他们现在把它打造成 就是想要分食 就是我们讲的台中 应该是说整个中部 包括陶竹 苗云 加南这个部分了 庞大的一个消费实力 确实这个部分 也是让成品愿意 再投身而产食大名的主要原因 所以你想 今天成品为什么要来到这个地方 抢进铸点 因为这里的鱼多 我在这里捞 我就捞得到业绩 所有放眼全台 笑傲江湖的百货 这个电王 电后 都在这里 对 我跟你讲 这真的是很吓人 全台湾最赚钱的 我跟你讲 光星光三月 台北是有多少星光三月 不好意思 最赚钱的那一家 就是在台中 而且它早在2020年的时候 它就是第一家突破 200亿的百货公司 而且2020年突破之后 不好意思 没有再回去了 就在不断地在 应该是2022年突破 结果后来2022年突破 现在不断地一直在往上飙涨 所以短短几年之间还double 你就觉得很厉害 再来是哪里 连大圆板 大圆板 你们看到那个很重要 一个左边是大圆板 右边是星光三月 这两个都是 不管是大圆板 或是星光三月的电王店 都在这里 那如果你以全台湾的 就是营收 前面来排行的话 第一名就是台中的星光三月 第二名就是台中的大圆板 所以你就发现 第一第二都被台中人给囊括 你就知道真的是消费力不可小觑 那再来大家讲到说 那你这个 那个星光三月台中店 是全台湾的星光三月电王 也是全台湾百户公司 单一店里面的电王 哇厉害 刚提到的 2020年呢 它是全台湾第一个 营收破200亿的 另外一个你知道吗 整个里面有800个柜 800个柜里面有大概300多个柜 竟然都是全台湾卖最好的 是吗 怎么会这么厉害 所以真的是前淹到角木 真的是很吓人 很狂耶台中人 而且你知道吗 我去我刚好去年有去 在那边晃了一下 真的每一个柜点都是人 而且那个他们在看过这种感觉 跟他都闷紧了你知道吗 这口袋有着声 你真的会吓到 举个例子 像JOMALON 我们都知道JOMALON是非常多 女生非常喜欢 你还可以调香味啊什么的 诶 我跟你讲JOMALON不仅是年年 这个台中店的这个柜点呢 是以营业破亿 他甚至在2017年缔造一个记录 全世界业绩低迷 混搭喔 台中人怎么这么厉害啊 很喜欢喷香水喷的啪啪 我都在怀疑 刚刚我私底下跟君香开玩笑 是不是那边娱乐产业很棒 所以很多男生 就火山孝子 要特别去买JOMALON 大家都开始 然后呢 然后再来还有另外的店 也是很惊人喔 2019年的LadyMade LadyMade 我们都知道 这个是很贵的蛋糕啊 对就是千层的蛋糕 而且呢 他那时候其实只是那个快散店 快散店呢 你知道吗 本来人家只是试试嘴外 两瓶不到的一个贵点啊 就没有想到45天 竟然卖出近10万片耶 哇 那个老板都笑了 嘴都合不上来 马上进驻 创造2500万的一个业绩 这真的是太吓死人了 好 我们现在看到 知其然要之所以然 看到了这个吓死人的业绩 后面更精彩了 你去拆解一下这些 金店面 店网店后成功的秘诀 原来有一个极为重要的Mega 在哪里 居然在你看不到 转呀转 转下去的地下室 对 我跟你讲 像我们一般啊 在台北啊 我们都知道百货公司 那个停车位 其实就是双向的嘛 就是这样一来一往嘛 然后就这样子 你下去他上来 啊没有 台中的百货公司 尤其是星光三月 人要让你去 我让你出来 没有 就是说他整个 他是双向全部都是往下的 为什么 因为他就是希望可以 迅速的让更多的人潮 更多的车潮 更多的前潮 全部都进来 所以他是 比如说东边进来 西边出去 他不是说同一个出入口 是来一来一往的 你把我给你出去就中了 但是呢 而且另外一个Mega是什么呢 我们在台北市平均的停车 大概就是90分钟 这代表有意思吗 我可能逛了一个点 我逛完走我买了就走 没有 他们是两小时起跳 所以代表的他逛的点 跟他的提货 事实上是比台北还要高的 管你黏在里面 对 黏很久啊 对把你 留下来的情况之下 其实呢 你就会有更多的消费 跟更多的提债率 还有一个呢 是什么呢 竟然他的停 他的整个停车 有到1200格 1200格相当于什么概念 大家都知道 我们的新一新天地有好多管啊 然后那个星光太阳就好几个管啊 什么A4 A8 A9啊 A级的 这个整个星光星天地的作品 这个加起来 抵不上他一个 所以你就知道 他们的人潮到底有多光 所以你就知道 为什么 全台湾的 不管是星光三月 或是大圆板 台中店都是业绩 最傲人的 这个关键其实就在这里 那当然也跟消费力行情相关 这个就是我要问的关键字 消费力 白白色百贵公司 是怎样 这里可以创造出全球的贵王 就是说台中人怎么特别敢花 特别有钱花呢 是我们都知道台中 事实上以前我们跑传统 产业有什么水五金啊 就是很多五金啊 机械工具机啊 机械业的啊 还有什么螺丝螺帽啊 这些全部腹地都在这里 然后包括甚至呢 做那个车头的很有名的地堡啊 这些 其实他的工厂 也都是在这一相关的区 包括台中啊 彰化这里 所以呢本来这个大杜三角下 就是很多人隐形冠军 这以前啊 不管是商周或金周或天下杂志 都曾经去做过相关的报道 所以这里真的是藏步于名 但是我们刚提到的是啊 一些传宠产业 现在包括我们知道台积电 在那边也有中科 所以中科这个部分 又带来另外一波的科技新贵 当然消费力也十足 所以你就发现了 不管是还有甚至现在也在讨论啊 云林这边也有一个相关的招商引资 所以你就知道 过往的一个传统产业 五金产业 然后科技产业 现在连无人机产业都纷纷进驻 这也是为什么人家说 影响全世界的最重要的60公里就在这里 不可思议的印度最不缺的就是不可思议的新闻啊 观众朋友 你来看看印度的这一列火车有50节车厢 无人驾驶的情况之下居然以近百的速度飞奔过五个车站 谁来拦住这一列脱江野马呢 而如果讲到了脱江跟失控 美军的这架B24轰炸机绝对是最大的谜团 光点消失之后 十多年后机身出现在神秘的沙漠 机上八个人呢 一百公里外找到了八堆枯骨 这要怎么解释 就像印度不可思议啊 永远会让你意外 我们呢 单左华正顿有部电影杀不住对不对 那个就是一辆货车 因为在整个沙山没弄好 无人驾驶开始一路冲 变成是一个大灾难 然后这个大灾难是大家很紧张嘛 最后单左华正顿呢 还要想起办法 用后面去拖 去拖 裁锅把纸下来 甚至于呢 他们用了很多校车 很多车子 要把它挡下来 挡不下来 而且很怕什么 出轨 那个时候灾难就大了 就印度呢 最近有一辆私宿列车 五十三节车厢 上面放什么 都是碎石 那个能量 动量有多大 那多大什么 结果呢 他们在一个车站那边呢 驾驶和助手说 我们要换走了 有两个人下车 结果竟然没有拉刹车 刚好就是下坡 开始往前冲了 然后一冲之后呢 那个整个单左华正顿那个时速是60mine 这个可以冲到100公里的时速 更快 然后结果更夸张的是什么 他最后呢 停下来了 越过五个车站 没有翻轨 没有出事 竟然是印度人用木头一点一点一点 就好像给挡下来了 这么大的一个数量 你看单独华正顿 他们放了那么多校车 都挡不下来 吹枯拉朽 没想到印度真的很神奇 我想铁路的这种意外 其实有很多时候 你真的是很难控制的 不要有侥幸之心 最惊悚的是1895年 那时候法国呢 很不顺利 当时的时候是蒸汽火车 用烧煤的 那个大概结果像我这种年纪 小时候才看到 产煤进去开始烧 结果呢 当时他进入了一个巴黎的车站的时候 因为那个有污点呢 实际讲说我不要有污点 就把火呢 煤呢 多产几煤 多产几产进去 让速度快一点 结果太快了 太快之后呢 火车呢 你看就这样拍照电影 停不下来了 停不下来之后 穿过车站 那车站旁边充出去的时候 应该有个转弯 结果呢 它就直接一冲 60公分的墙 因为火车其实动量很大的 一冲就冲破了 冲破之后你就看到这个历史性的画面 整个火车冲出来之后 整个车头 因为它在轨道上 10公尺这边 整个坠下来 撞成这样子 想说 哇 这样子就麻烦了 那应该不知道 所早的死伤 对不对 结果车上 所有人都平安无事 不过呢 说的事情是 它撞了整个墙之外 石头倒下来 一个妇女在下面被打中了 反而你就看到这个天下的意外就是 有时候不该有意外的时候 你觉得会有意外 有意外的时候 竟然会毫发无伤 更不可思议的是什么 我们接下来给大家看这段画面 刚刚是无人驾驶的幽灵般的列车 杀不住 如果是空中 那简直是空中 血滴着了这个战机 失去了控制 脱离人类的掌控 幽灵一般都在空中飞 你这下你怎么让它停下来呢 其实我们知道说美国一直觉得 它们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地方 没有发生重大的战争嘛 但是它们有两场空战 在美国本土上空 美国一个非常神秘 一个美军想都不愿意讲 非常神秘的叫做1942年 洛杉矶空战 后来被拍成电影嘛 以为是有UFO进来 是最早的记录 另外一个神秘的叫做中旅谷之战 美国空军颜面无光 到现在为止 美国中军最忌讳的就是这个中旅谷之战 为什么呢 只要二战之后 美国空军已经全世界越来越强了嘛 开始讲一件事情 就是空对空的飞弹 他们开始研发空对空的飞弹 那空对空飞弹 你只要打到实际的战机 你才代表它有能力嘛 所以他们怎么办呢 开始就把他们一个以前螺旋桨的 像这个呢F6F呢 他们就把它改成地狱帽飞机了 又用无线电 我在下面操控 用无线电变成遥控飞机 把它变成遥控靶机 然后就飞出去了 就突然发现 因为那个时候还是真空管 没有像台积电的晶片 不够精准 结果一按下去之后 发现飞机不听死亡 然后这架飞机就在空中 自己飞了 变成一个史上第一个最恐怖的无人机 脱离掌控的游灵机 脱离掌控就算了 问题是它摆在海面上 是要用飞弹打掉的对不对 是 就是它飞着飞向 直接向洛杉矶的市区而飞 那怎么办啊 那美国怎么办呢 当时美国最新建的两架F89 就马上叫你们起来 拦截把他给打下来 而当时的时候原来的 整个二战的时候是用机炮嘛 他们开始已经是 觉得机炮的火力不够 所以还改了呢 是用F89的火控的火箭 每一架飞机上有104枚火箭 然后呢有火控系统 只要雷达锁定之后 就开始尝试可以离掌控 就没想到去 火控雷达失败 所以呢 那美国怎么办 没关系 我们摆就是要打掉它的嘛 那两架战斗机就开始目视 开始就看这样子一样 开始把208枚的火箭 拼命地打出去 结果这架无人机呢 好像有砍印一样 神功护体是不是 打都打不动 打都打不动 结果呢 这架飞机最后呢 飘来飘去之后 越过了洛杉矶市区 然后撞到了中驴谷里面去 然后呢 大概呢 就是造成了一些损害 但是也没造成重大伤害 没想到 整个洛杉矶呢 有人重伤 500米一销出洞 森林大火 为什么 是他们打的那些火箭 打到了地面上 自造成森林大火 有些房子也被击中了 打碎了很多房子 所以呢 这个叫做中驴谷空战 但是是美军空军 最不想讲的事情 最神奇的 幽灵一般的神奇降落 毫法无伤在哪里 是这一架飞机啊 你看 完全没有任何 完好无缺耶 这架飞机神秘的是 它出了这些事情之后 还到北约战场去服役 是 这叫做玉美亭轰炸机 这个神奇的是吧 它是F106 然后它在整个美国上空 在飞行的时候呢 突然之间 尾速这边work take 好像有点失控 失控之后它就失速了 失速之后就开始往下转 通常失速是直接这样子 更麻烦的是 它刚好正在转弯 所以俊相 它变成是 开始这样子飞机在转弯 然后转弯之后 就变成是螺旋星 落叶飘啊 螺旋行的像地面上这样冲 是 那上面的飞行员 一直想要救 一直想要救对不对 我这一下 完蛋 那上面是有人的 有人的 但是一直救 当你是直接这样子 还想办法救 对 如果你又在这边转的时候 它已经头昏脑断 空间迷向了 你赶快弹射了吧你 它就弹射了 但是你知道最神奇的事情出现了 弹射的时候 这边不是弹出来吗 对 人意出来吗 那不是有个动量吗 对 然后一动量之后 飞机把这样一转的一动 平了 平了 那不停了怎么办 飞机上去没有人了 没有人了 但是也没能超扣嘛 但是它竟然很稳的 继续后面喷射引擎 继续喷火 继续飞 飞了105分钟 最后呢 更神奇的是 前面有个玉米田 刚好当时是冬天 下大雪 雪地 就这样平滑的这样子 就下去 油没了 然后一路了 往前滑行 停下来 只有肌腹 因为它没有起落架 受点磨损 回去休一休之后 还能够继续作战 所以它叫做最神秘 最神秘的玉米田战机 这是有上帝护卫的 现在把它放在博物馆里面 哇 这个是magic 真的是一个生命的奇迹 战机的另外一个不可思议 但你如果要真讲到 脱离人类掌控的 幽灵一般的飞机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看到的是 它在光点不见了 消失了 脱离掌控了 再被发现十多年后 几上八个人呢 居然在一百多公里外 变成了八堆枯骨 他们到底历经了什么 这个东西是整个巴顿将军 开始从军整军 要登陆意大利了 要登陆意大利的时候 就是当时整个 罗梅尔已经被赶出北非了 所以他就跟蒙巴顿 两个人 蒙哥玛丽两个人 又开始攻入意大利 所以就利比亚被占领下来了 占领下来之后 当时美国呢 在二战的时候做最多的 将近一万多架 就叫B24 B24这个轰炸机呢 就从整个 从利比亚起飞 开始要去轰炸 意大利的大布洛斯 结果飞了半小时之后 其实当时还没有光点 雷达还没那么进步 无线电呢 通知说 哇 这边飞了 还抱他们的机号 然后就没声音了 从此 这架飞机就不见了 那不见了 当时在战争期间 大家也不知道 发生什么事吧 可是更神奇的是什么 它竟然没有往北非 它飞了到利比亚的沙漠上去了 结果呢 神奇的是 十五年后 这些这么大一架飞机 原来在中国整个战争 没人知道 没人发现 十五年后呢 竟然在沙漠里面 在利比亚那边 石油炭炭的时候 看到说 怎么有一架飞机 而且军夏雕看到的是 降落得很好 对啊 它几乎没有什么 闪掉 碎掉 它是一个完整的构型在这儿 不是坠毁的 对 可能是一个破降的 那破降之后 后面就想说 十五年了 那那些人总该回报吧 那时候整个利比亚 整个沙漠 整个北非 都已经被盟军给控制住了 结果 除了有一个人 在那上面 因为在当时降落的时候 可能出事 其他的机缘不见了 那不见想说当时往北非嘛 所以他们整个身上的设施 应该也是 往北走 马上就能够找到了美军 找到了英军 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可是没有啊 找了半天找不到 最后呢 竟然是后面的时候 往南一百三十公里以外 才找到 他们竟然徒步 想要去求援 但是空间迷向 走这么远啊 不只在天上空之间迷向 连在沙漠里面 都空间迷向 向南走 那当然最后 又鸡又渴 而离烂了 所以大时候大家就觉得 很难理解的是说 这么大架飞机 怎么突然之间 就不见了 然后当时的时候 还有这么多的机群 第二个 明明像北非 你怎么会躲在这边 然后没有什么求救去 至少无线电视通的 最重要的是 你的为什么 天上会走错方向 地上也会走错方向 武器报新闻 从2018年开始 连续6年 谢谢大家的陪伴 我们已经累计了 总计9亿人次的观看数了 非常感谢大家 重磅消息 给大家拜托一下 我们快要突破 100万的订阅 我再唱一下 请大家楼上楼下 抠更多人 来帮我们按赞 订阅100万人的幸运儿 会是你吗 请大家一定帮忙 来订阅分享 然后我都会看哦 感谢您